倒是台灣的募兵制呢 來看到是馬英九總統重要的競選政見之一 國防部長高華柱呢 雖然掛保證 但是呢行政院長吳敦毅在昨天說了 原定在民國104年要推行募兵制政策 目前呢還沒有最後的敲定 也就是說本來呢 預計不用去當兵的這些學生 是不是以後 欸 可能要去當兵了 那麼以目前的財務狀況來看呢 要讓募兵制早一點實施 的確有一點困難 不過呢對於吳敦毅的公開說法 軍方高層直說怎麼可能呢 吳敦毅對軍方的財政問題 會尊重主計和財政部門的意見 完全沒有民視或是暗示 推動募兵制的政策可能會延宕 因此軍方按照的指示 還是會繼續的推動全募兵制的